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确说纪录片看片心得 学妹跑了提议一起卖麻辣臭豆腐 我梦见所有的美丽与血泪 是的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 年年碎碎淬炼魂 碎碎年年成为人 很比就所有的美丽与血泪 和以前一样现在聊一下这部片在演什么 应该说这纪录片吗 聊一下这部片在讲什么 美国摄影师南哥丁 她的男是Nancy 她叫Nancy 那平常她在 我不认识她 就说 你可以叫我Nan就好 不用叫我Nancy 中文翻译上就叫南哥丁 这纪录片在讲 美国摄影师南哥丁 回顾大半辈子经历过哪些事情 她与原生家庭的关系 她的艺术创作 还有止痛药成瘾之后 组团对抗药场 那么整个纪录片分成六个段落 分别是无情的逻辑 那座王国通用的货币 那首歌 阻止我们消失 逃生仓 姐妹 六个段落 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 Neon 霓虹影业发行 2022年的威尼斯影展 金诗奖 这是蛮 纪录片啊 最佳影片 这是少见的 纪录片导演 Laura Poitras 主讲者 这部片有一个主要的旁白 在带 怎么讲啊 整个叙述节奏 这个主讲者就是 Nanggolting 她本人 内容分成六段 基本上从小聊到大 按照时间 从小聊到大 但有些主题是一生选民 从小到大都很坚持的 那整个来说 它是一个回忆录电影 在这部片有出现 幻灯片 豪门 裸体 毒品 行动剧 成情抗议 药成瘾 美术馆 也有出现 这些东西 我个人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纪录片资讯 Oh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 嗯 就是这部片 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阶段 一如往常写下一些随笔 与目观后感 看了这部片 让我想到哪些东西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触 一开始 叫做小儿斗内 小儿大星 在网站上有 斗内按钮 如果你求我做的东西还可以 欢迎支持与鼓励 谢谢你 好的 Oh the beauty and bloodshed 字面上就是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 我看到这个名字 第一印象 非常有文艺气息的一个名字 看片之前 这名字让我觉得是某种 诗于远方之类的艺术创作 实际在看的时候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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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纪录片会取这个片名 来自一份诊断报告 美国摄影师南哥丁 小时候的他 有一个姐姐 这样讲的已经破梗了 不知道就当做你也看过了 小时候南哥丁 那个十几岁的姐姐吧 大概那年纪 住院了 精神科医师认为 有诊断 这位青少女会住院 亲子关系不佳 家庭支持系统不良 姐姐的心理状态 就是这句话 Oh the beauty and bloodshed 那你想 精神科医师的诊断报告 内容有一句话 叫做所有的美丽与血泪 你看得懂 可能吧 我是看不懂 所以我想要去挖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Oh the beauty and bloodshed 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我实际在看了解 南哥丁的故事 他跟他姐姐的关系 他们家 原生家庭的关系 这句话 Oh the beauty and bloodshed 爱恨情仇交织纠缠 青春轻到惨绿 这是我感受到的意思 Oh the beauty and bloodshed 除此之外 我还觉得 这个时间推算一下 大概是六十几年前 医师诊断处上面 可以写到 所有的美丽与这样单美的文字 真的是 有在认真生活 对吧 我查了一些资料 准备写心得 很明显这部戏录片在讲 心路历程 艺术工作者 南哥丁 就这个摄影师主角 就在讲他的人生故事 他本来就是艺术工作者 所以他 本来就有想过 自己的故事自己拍 自己的人生自己讲 因缘际会 巧合 什么都好 纪录片导演 薄翠斯 但是相当有名 Laura Poitras 要在看纪录片的话 肯定有听过他的名字 薄翠斯就提议合作 哥丁姐姐 拍你的人生故事 这纪录片 哥丁一开始的时候 是有疑虑的 认为自己的人生故事 不太像薄翠斯 以往会选择的拍摄题材 不过后来协调沟通 他们选择合作 影片呢 绝大部分都是依照 哥丁说故事的口气 你有看到很多 幻灯片式的 就在纪录片里面 有看到一张一张幻灯片 这种expression 这种呈现 传达方式 就是很招牌 哥丁的招牌 他自己的摄影作品 就是会这样 幻灯片 一张一张秀给大家看 幻灯片配旁白 据说电影海报 是哥丁本人设计的 这是他年轻的时候 一张照片 他的背影 那么总的 整体的 成果令人满意 也就是我们看到 纪录片在2022年 威尼斯影展 获得金师奖 最大奖 这些幕后花絮 我想我明白 哥丁的疑虑 就是说他是艺术工作者 他的自传 回忆录 他会想要自己来做 那么有人提议 来帮他做 他一开始听到的时候 是迟疑的 我想我明白那种迟疑 甚至我觉得我懂他 不瞒你说 这个是很少见的 哥丁呢 1953年生 什么意思啊 1953年的 很接近我爸妈那一辈的人 我敢说 我知道我爸妈那一辈的人 在做什么 但我从来不敢说 我懂他们 可是透过这个纪录片 这个自传 回忆录 我看见 哥丁的内心世界 有那么一点 处女座 看处女座的感觉 我想我应该从头开始聊 哥丁这边并不复杂 人生故事也好 社会运动也好 能自制自传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 艺术queer 艺术酷儿 相信我 这东西是很纯粹的 不会在做这东西的时候 去想那些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 他真的不会 我可以 我就来做 博翠斯那边 就纪录片导演 如果你已经知道 纪录片导演 Lora Poitras 博翠斯 他是水瓶座 你就知道为什么 我会说相对复杂 因为水瓶座的创作 是相对复杂的 回想一下 博翠斯拍过的纪录片 The Oath 那个誓言 Citizen 4 第四公民 Risk 讲那个危机解密的 那些纪录长片 那别说一卡车的纪录短片 零零种种 他的政治 不像南歌丁的政治 所以找歌丁 合作拍自传 类似 那种感觉 对我来说 就像马斯克 跑来提议 一起卖扫地机器人 或是我在标题上面写 学妹跑来提议 一起卖马达臭豆腐 令我想不通 类似费玉清的姐姐 令人费姐 我不知道讲她姐姐的事 我是纯粹为了押韵 费玉清的姐姐 就令人费姐 可是 根据没有根据的人生经验 我相信到这里就好 底下尊度什么 尽管博翠斯公开表示 南歌丁是创作上 艺术创作上的大学姐 影像力有影响力 二方面还可以揣测 止痛药丑闻 当然值得拍纪录片 但我相信 到这里就好 不要再想下去了 水瓶做个性的人 决定的就是决定的 追究动机 是可以听到很多回答 没有错 但那只是为了交代而交代 不如把时间来感受 水瓶而做出来的作品 那种勇于尝试 于探索 那是很有魅力的 好的 先休息一下 听听音乐 再回来 让你赢神尽 要和你赢神尽 你赢神尽 谁赢神尽 会 谁赢神尽 寻找一个 你赢神尽 这是一个 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今天分享的是学妹牌提议 一起卖麻辣臭豆腐 梦见所有的美丽与血泪 回过头来看自传的主人 南哥丁 让我特别有感触的是 她和她的姐姐 记录片分六段来说 第六段姐妹 也就是在讲她和她姐姐的关系 如果你有看过记录片 那就太好了 你有看过记录片也没关系 我简单提一下怎么回事 那我先打个预防针 接下来要聊歌丁和她姐姐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所以我每一个字 都是我每一个字的意思 歌丁的姐姐在青春期 有性成瘾行为 姐姐需要的是关怀与辅导 家长选择的是送去疗养院治病 换句话说 你给的不是我要的 我要的你给不了 导致姐姐最后走向火车铁轨 不用我说太多 那个方式已经解释了很多 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两姐妹都十几岁 未成年 可以想象的悲剧 重创歌丁的心智 但我没有要聊创伤 因为当我知道歌丁的生日的那一刻 我更想聊的是像他这样个性的人的内心世界 野性悲欢离合 不堪轻思枉然 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它发生的太早了 早到不知道该怎么办 像歌丁这样个性的人 或说处女拙 终其一生追求的是精神寄托 事业或家庭 手指头或宇宙镜头 可以透过任何载具 寻找所谓那值得相信 然后一生选命 精神寄托太重要了 回看走过的路 这样讲好像怪怪 这纪录片歌丁还活得好好的 不是那种回忆路 我说回看走过的路 queer不是我注意的 信念才是让我触点的 歌丁找到的精神寄托是 尊重 每个人不一样 就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需要爱与包容 不一样的人来自不一样的生活 年年岁岁淬炼婚 岁岁年年成为人 说白就是点点滴滴 累积而成 在我眼里 歌丁的创作 尤其摄影作品 就像日记 那时间跨度比较长 因为他持续不断的 一直在这样做 记录生活 记录他的 看见的 想到的 纪录片也是在 记录他的人生 就是创作的 记录他的人生 纪录片也是在 记录他的人生 这人就很 记录自己的人生 歌丁相信的尊重 就来自日常生活 那我看到的 这句话超重要 再讲一遍 歌丁所相信的尊重 有关日常生活 那么你也是知道的 当时11岁的女孩子 生活 她的日常生活 我还在养成 姐姐 选择用极端的方式抗争 残留的隐忧 就像房子盖到一半 发生地震 感受一下 房子完全没开始盖的时候 发生地震 房子已经盖好了之后 发生地震 而房子正在盖到一半的时候 却发生地震 这之间的差别 以及后续 余波 妹妹从此就一往而生 这一往而生 要打引号 遇到姐姐发生这样的事情 用最极端的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抗争 妹妹从此一往而生 因为那是执着 也是封魔 执着如同前面聊到的尊重 爱与包容 追求她人生里的精神寄托 这东西她会做一辈子的 非常非常的重视 上前一步看 也可以看到细节 执着里的封魔 尤其反对 人被糟蹋 千万不可以像姐姐那样 没了自己 也没了生活 她会捍卫这一点 我用封魔来形容 就是她程度已经高出平均值了 你也是知道的 我们遇到执着啊 封魔了 她就不再只是小辣嘛 一定会是一个麻辣 或神辣之类的 那回过头来看 我不会去聊 Sacred Family 在这个心得里面 我不想去讲 萨克勒家族的事情 其实我写过另外一篇 追剧心得 完全就是在讲 药品丑文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逛逛啊 那篇叫独意 这很我个人的看法 因为所有美丽血泪 她的 特别打动我的地方 绝对是南歌丁 她的一生执着 而这要丑文放在这纪录片里面 我个人觉得有点政治操作啦 那我强调她是一个漂亮的政治操作 因为你拿她没办法 她确实是南歌丁在中年以后 参与主导的社会运动 就是说跟她一生当中做过的事情 那肯定是有关的 可是跟她艺术所相信的精神 也没有那么有关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政治操作 但我不想聊太多 制药丑文的东西 有兴趣的话 读异那篇还不错 话说回来 我看歌丁个性里的那些蛛丝马鸡 后来她会抵制Oxycontin 在我眼里 不完全是切身之痛那么单纯而已 她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有触及她的信念与核心个性 无法忍受制药豪门 那样的傲视 那样的傲慢 不把人当人看 就像我前面聊到的 她的精神寄托 我相信的 就是尊重 人跟人很不一样 要爱与包容 要尊重不一样的彼此 那么很明显了嘛 有那么一个社会事件好了 是不把人当人看的 那她当然不爽了 纪录片看完了 我看见歌丁的执着与风魔 一往而生 有美丽 也有血泪 生活 就是这么回事吧 我想 好的 介绍这边 分享到这边 学妹跑来提一 请买麻辣 臭豆 符合梦见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 我不知道 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标题 因为我刚 写好文章的时候 跟现在录音 有隔一段时间 那我刚学好文章的时候 有一些读者 有在讲这标题什么意思 那么有些就微笑带过 我说我猜他们的心理在想的 但是看到这个标题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就笑笑的带过 反正就一个文字工作者 又不知道在想什么烂梗之类的 所以微笑带过 那么解释标题这个行为 或者解释我做的东西 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行为 我个人是抗拒的 我是强调我个人不是语言矮 因为有些maker 或是creator 他们就很乐于解释 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那这个在艺术上面 也是有两派说法的 有人相信作品的作者 要放在一起才完整 那有人相信 作品一旦完成之后 他就是一个独立的声明 所以是各有说法 我是比较偏后者的 除非 但是 又转折了 像现在 学妹跑来提议一起买麻辣抽 这到底是什么鬼 那我就觉得要解释一下 我自己的学妹就是指 Lora Poitras 因为她现在拍的纪录片 纪录的主角 是广义的艺术创作领域里面的前辈 所以在大学节 那她就是学妹 所以我这学妹是指纪录片导演 跑来提议就是 我帮你拍自传 南哥丁的自传 不是什么青州小菜 对她的人生和创作历程 有所了解 有所认识的话 我才会说是麻辣臭豆腐 我是有想了一下 觉得臭豆腐是最合适的 因为臭豆腐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 加工食品 喜欢的人就很喜欢 受不了的人就受不了 对我来说 南哥丁的创作 还有她的人生所执着的东西 风谋的东西 是的 喜欢的人就很喜欢 受不了就是受不了 所以学妹把它一起提买麻辣臭豆腐 这标题名称就这样来的 Ava啦 好的 文章就在网站上 欢迎浏览 也欢迎上网搜寻 雨目观后感 今天先到这里 祝你顺心平安 健康平安 谢谢